想考虑省油耐用的家用代步车 那么一下这两款这行 那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选择 价格方面一路从16万 跌至8万多 直接减半 狂降8万 入手也是相当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丰田卡尔拉 这款这无论是销量还是保值率 再或者是动力空间等方面 都是非常的全面 而且现在价格方面 让步也是比较大 入门级版本已经跌至8万多 就能够入手 虽然看着价格方面很合理 但是动力方面1.5升CVT 是三缸机 根本就没有办法入手 长期开着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到了后期 你修都修不起 还是老老实实考虑 它1.2T版本比较合适 再加1万 就能够买到四缸机 马力126 让你开10年都不会出现问题 以后还能够低至5.3 非常的省油耐用 外观方面更像是消耗了凯美瑞 手距达到2.7 加达4.635 车里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够用 最重要的是车里的安全配置 辅助配置都是非常的丰富 搭载了7个气囊 L2级别增加是全速自信训航 应有尽有 而且还有10.25英寸大屏 就这样的表现 跌至9万多 入手也是相当划算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丰田丰兰达 这款主打的就是一个家用 而且现在价格方面一路跌至10万多 入手相当划算的 东里层面还达到了20升CVT 马力能够达到171 油耗能够低至5.9 让你开10年都不用换车 并且外观方面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 一点都不落伍 然后距达到2.640 差达到4.485 空间方面的表现也是比较够用 但就是车里的辅助配置比较低 不过像安全配置还是很丰富的 既然达到67囊 这一点却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现在价格方面一路暴跌 如果你近期准备入手这款车 那么就不要再犹豫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这两款丰田车型 价格暴跌 入手相当划算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